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自从卡洛斯开始研究 马斯林和飞没盾牌之后 有不少人试用过我的产品 而都让我在这段时间 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包括Heta和Cplus 两位陈生 肯陪我无条件 免费打引这个配件给人 此外 还间不中有人跟我以物换物 例如我曾经收过和生送给我 用来制作银尼紫水的9999银条 而最近更厉害了 我收到别人送给我一个 用不着的6200珠嘴口罩 从Day1开始 我其实就想买这种口罩 不过买不到 后来才因差弱错 买了这个HF52 这次别人这么有心 送给我一个6200 我一定要设计些东西做回馈 另外由于收集 打印和寄出这些配件 都需要做很多行政工作 所以今天我和两位陈生 有一些新的安排给大家订制配件 各位一定要将这段影片 看到最最最最最最后 你就会知道如何下单的了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欢 风琴奇俠卡洛斯的频道 请按右下角的订阅 如果想第一时间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请按叮当 欢迎大家按赞 和留言 问卡洛斯问题 我收集这个6200 其实6字头和7字头的口罩 都是类似的 它和HF52的主要分别 就是它有两边 HF52只有一边 所以设计起来 我们就要考虑两边 还有一个分别 就是我之前也说过的 HF52安装这个 铝芯的做法 就是硬不允许的 但6系、7系 设计就比较精密 大家看到 这个三范的结构 是要通过对准了的扭口 接着再扭一扭 这样才安装完成的 所以在设计配件 给HF52 卡洛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只需要将口罩布对齐 轻轻按下去 就搞定了 而这种三范结构 你放一块口罩布 锁下去 就始终有点困难的 之前有人想过 用橡筋沽下去 但绞在一个三个感觉位置 肯定就会流气 早前也有人设计了 这些3D打印配件 是配合6系和7系来用的 卡洛斯也试过打印它出来 锁花的时间真的很长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要设计得这么复杂 而事实上这个设计 是吸气那边 牵涉了整三个配件 一个主体 一个链接 再加一块针片 才可以押住一块的口罩片 最糟糕的另外一片 是没得吸气的 只是用一个盖吸着它 这样带出来 不对称 又真的不太好看 而且只有一边吸气 再来比较一下 它一边的直径 只有20mm 比起单嘴珠嘴 有35mm 那你没办法吸气唱顺 所以今次卡洛斯的设计 是设计一款更加简单的 简单到我可以用合理的时间 打印两边 让两边都可以呼吸 带起上来 而有对称的产品 第一件事我要做的 就是要参考这个铝芯 设计一个配件 可以和珠嘴配合到的 这个设计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知道3D打印 始终没有这么精细的 要设计一些这么细节的部件 确实是要考虑很多东西的 经过了量度 绘制和打印 我得出第一个产品了 我安装这件东西 看看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大家有留意到 在6系7系的柱嘴里面 是有一块这样的 软身的战片的 我这个配件 就要和它配合到 才不会流气 但是扭进去的时候 我会遇到困难的 就是不遭手 但是扭确实了 就真的很细 我觉得这个配合是OK的 应该是不会流气的 由于我设计这个部件 已经是想起来 用之前HF52的设计 所以放快口罩配件 用52的ring 是安装到的 其实这样已经可以用了 根本又不需要有螺丝 有战片 这么多复杂的东西 是吧 只要打印多一套 相同的东西 就已经用得了 但是大家都记得了 卡洛斯的设计 是有个飞抹盾牌的 那我们就安装飞抹盾牌 安装进去 OK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飞抹盾牌 要改动一下 因为之前呢 我们安装飞抹盾牌 在前面进了 所以两边是流气 但是如果现在这样的方法呢 那飞抹盾牌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将一个洞 封掉它 而且也不需要弄那么大 还有一件事 就是现在 分为三个部件 一个部件 两个部件 三个部件 打垮起来 便很麻烦 所以我想重新设计 将一两个部件 二合为一 以及将入气口 改为一个 三个部件 经过多番的研究 我做出一样这样的东西 只是一个出气口 而是将Mars Rain 和飞抹盾牌 二合为一 安装起来 确实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你不可以先安装了Rain 再安飞抹盾牌 要一次过 所以要对好位置 但是由于卡绿斯 已经用了一排 很有经验 这样安装 应该都不会差异 可以去哪里 而且呢 这个Pimpelton牌 可以调校的 可以调校的 你希望向哪个方向吸气 都可以 譬如你想向上方吸气 水平吸气 你想向下方吸气 让我安装另一边 那我相信 大家为了不要漏气 应该剪大块 多一点 就没有错漏了 弄好之后 外观就是这样 我要把它改良一下 再出街 终于用微微 所以我打眼了一套金色的 卡绿斯专用 安裝了幾次之後,我都觸摸到安裝的方法 就是對對三個邊後,輕輕扭一扭 然後捉住這個邊,然後再扭 旋轉它 扭到這樣就結實了 但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如果之後,你一直都是用口罩片,加上飛沫盾牌的方法 這個扭進去,只需要扭一次 為了更加容易安裝,這次我確實剪大塊一點 但又不能太大塊,太大塊露出來就不好看 這樣,拆下去 再調校方向,這樣就可以了 另一邊自然都是一樣,對對位置 好,讓我試試配戴的感覺如何 這次我第一次配戴這種珠嘴 試試怎樣 我都用過單管珠嘴的 但我現在比較,兩者的分別 因為吸氣,你不肯不知道氣在哪裏 單罐和雙罐,其實差不多 但可能心理上,你會覺得有兩邊入氣會舒服一點 但如果說進氣面積,兩邊加起來跟這個差不多 好了,又是帶你出來試試水溫的時間 已經習慣了單嘴了 其實雙嘴,就算不舒服了,也沒辦法大分別 請問,如果不是,請問一下 你好,請問一下 謝謝 喂,不知道呢? 但大大下不知是心理作用 好像挺舒服的 好像比單咀更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要管,可以用就行了 OK啦 配戴完外面可以和大家報告一下 單罐和雙罐的分別 首先大家看看它的結構 你看看我手上HF52和6200的面型是不同的 我個人覺得HF52的面型當然適合我的 6200似乎是很貼麵 但是小了一點 所以你問我我自己都會繼續用這盒 但我既然已經設計了可以適合6系和7系的出來 從今我都會接受大家的訂製 正如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已經講過 由於接收訂單紀錄和發放 有很多行政的工作 所以由今天開始我們有一個新的措施 無論你是要訂製HF52、3200 或者是左右一對的6系和7系配件 真是沒意思了 我們只能讓你免費去訂製一套 而在Information Bar我會放了一個Google Form的連結 大家只需要在Google Form裏填你的名字 電話、順風豆腐曲 以及你需要哪一套口罩的配件 我們就會按照次序發放給你的 我一再評調我這個打印的團隊 是完全免費送出的 是想幫助多些人有口罩用 但是由於我們在打印的過程 都需要用到材料 要有成本 還有有人都因為打印的過程 整壞了部機 再修理 所以我們都接受你們的自由捐款 來支持我們的設計和製作 當大家在Google Form的時候 就會見到捐款的方法 最後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支持卡洛斯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加like和評語 謝謝大家